警車停在街道上 一旁有不少民眾圍觀 兩名員警當場抓著一個人 押上警車 現場還傳出陣陣歡呼聲 難道是押了什麼 重大刑案的嫌犯嗎 其實全都是因為他 他上車了 很少 那可能是不是年輕人 剛剛那個很帥的警察呢 畫面放大看 這名男員警留著中分瀏海 就連上車了 還讓民眾不停尋找身影 帥氣逮捕過程意外引起話題 事情發生在桃園中立區 中坪路的步行間 男員警當場白捕移工 加上帥氣模樣 立刻掀起討論 應該在同齡層裡面算帥吧 就是以現在台灣的審美官來說 是滿帥的 還可以啊 他看起來像韓國人 然後還可以解鎖 還可以就對了 將近滿分了啦 對 帥警抓人應有模樣 民眾給予高評價 其實這天這名員警 和同事出門巡邏 遠遠發現軟性移工 一看到員警靠近 轉身逃逸 覺察不對勁 奮力抓捕歹人 初步確認 這名軟性移工 已經失聯兩年半 疑似逝處打零工為生 擔心被抓才會落跑 目前警方已經 以請桃園專情隊 收容以及遣犯 潘章性圓警 警專37期畢業 在桃園中立服務 四年多 對待工作認真 還曾跟著同事一起宣傳阻詐 這次警方抓人 意外讓這名年輕圓警 博得民眾討論 TVBS新聞林志偉 何可言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